第305集 无量天尊 贫道确实选了这两块石料 不想惊动了仙子 叶凡口颂道号 施了一个道家问候礼 腰痴仙子盈盈还了一礼 雾风缭绕白衣飘液 满头青丝如水波一般流动而下 柔顺而光滑 泛出了点点的光泽 在他的四周 有花鱼在慢慢飞落 有摇帕 有奇蕊 有穷也 亮晶晶的 剔头闪耀 像是五颜六色的宝石课程 却有如蓝四射之芬芳 被花鱼笼罩 它整个人朦胧而归立 让人心惊激荡 它的机体如出生婴儿的肤质 光滑而细嫩 红粒透白 精盈灿灿 腰条身段让人惊叹 纤细的腰枝 非平窄 而是浑圆细润 轻轻的腰转间 如美人蛇的腰枝在扭动 以拟动人 修长的双腿揉指而轻盈 此时上天呕心沥血的杰作 摇摆间将它的傲人身姿衬托的风采绝石 让万华尽失颜色 脸部生姿 在那脱地的长裙中 那双狱卒 白皙如玉 若隐若现 敬畏极吕 脚趾晶莹闪闪完美无瑕 有点点的玉光在闪现 可惜 紧紧惊鸿一撇 便很难再见到 它脚下升光玉 化成鲜花 将其狱卒托住 一步一趴 一步一风情 风姿无限 美到了极点 让人最为遗憾的是 它的容貌 无论怎样都看不清 看不透 掀气浮动 像是一层朦胧的面纱 挡在它的面旁间 即便这样 它鲜容不显 欲资半饮 也是魅力无尽 让人不禁凯叹 在这大千世纪 在这万丈红尘中 还有这等动人的女子 这是叶凡第一次 与瑶池圣女近距离相对 口鼻间传来振振幽香 奋放醉人 她不自禁地深吸了一口气 这个微小的动作 自然不能瞒过瑶池圣女 她清零地向后退了几步 道长 你选这两块石料 可有什么依据 周围的人都很惊讶 难道这个不靠谱的年轻道士 真的严重了不成吗 为何摇池圣女亲离 要知道 她是很少现身的 频道仅凭直觉而已 阴阴觉得 这两块石料 让我气血浮动 难以平静 叶凡 将王书与二愣子的感觉 说出了一点点 摇光圣女这样的大敌 都不能将她认出 证明改天换地大法 已进攻城 可以在摇池圣女面前 有所表现了 将来 即便是去摇池 也不担心露出马脚 哦 竟有这样的事情 摇池圣女点了点头 并没有给过多的评价 随后 她望向大夏的皇子 殿下可是看出了什么 选好石料了吗 大夏皇子气宇轩昂 九道龙气绕身 似天神下凡龙行虎步 文言点了点头 我也选出了两块石料 她指了指最大的那块 重达两千几 而后拍了拍 身前一块 百余金重的石料 殿下声去讳言 有一块 已被证实内蕴神秀 摇池圣女微笑着点了点头 大夏皇子很谦虚 侥幸而已 我所修习的皇道龙气 天生可感应一些特殊的缘 太皇经不愧名为 中周最强的四部古经之一 果然有神鬼莫测之能 不过 殿下一经才绝艳 不然怎能领悟出古经之傲呢 据我所知 此经不是什么人都能学的 非绝代天才 不能有成 摇池圣女 红唇微起 声音悦耳 如优美的乐章在弹奏 周围其他人闻听全都动容 议论纷纷 乃是中周最负盛名的古经 威力之强诀 无与伦比 惊天动地 让人难以想象 有以攻击力见长 号称可破尽世间万法 中周四大奇书之一 自然不可比拟 若古来少有的无上秘点 非奇才不能修裂 对天赋的要求极高 这位打下皇子深不可测 真正实力不可预料 同代的人 恐怕少有人与之比肩 通过在场众人的议论 纵然不了解此古经的人 都得惜了他的可怕 一个年轻人还是有些不解 真的如此神秘与强大吗 黄刀龙器尽可感应援 这未免太不可思议了 一个老翁既是赌诗人 也是修士看起来身份不一般 你如果知道他的来历 就不会有这样的疑问了 他的出事甚为蹊跷 有很多种传说 太皇经的来历还很诡秘吗 那个年轻人问道 事实上绝大多数人都不知晓 全都看向老者想听他讲解 叶凡也不例外 他修有斗战圣法 号称无上攻伐秘术 具有不可思议之战力 此刻 听到在攻击力方面无与伦比 号称可破尽万法 自然引他注意 他有一种感觉 太皇经攻击方面的秘法 与斗战圣法恐怕有的一拼 两者输弱输强 将来多半会要见个高下来证明 这不是以他的意志为转移的 而是这种极致的攻伐秘法 总要一决高下 分出哪一种最强 有一种说法传称 出土于地下 是从园中取出的 是最为神秘的古经 老人的话语一出 让所有人都吃惊 这也太玄奇了 实在让人难以相信 取自原种 对少数特别的原会有所感应 也属正常啊 大夏皇朝从来都不承认是取自原始种 称乃是不朽的大夏皇朝第一代古皇所创 旁边另一个人说道 究竟有怎样的来历 外人不能真正明晓 这时 所有人都看向了大夏皇子 他神色平静 没有任何表示 此刻 另一边的摇光圣子也已选出石料 正在与摇池圣女交谈 摇光与摇池近来走得很近 将要同去太出骨矿外 运送一批神秘石料 我已得到失命 九块石料不再斩出 死刑彻底结束 摇池圣女 突然宣布这样一则消息 这 我等还没有大写身手呢 怎么能如此草率结束 有人不满 是啊 我等千里迢迢而立 怎能让人如此失望 不少人都请求延期 摇池圣女 声音如仙音回荡 清晰地传遍每一个角落 各位都有机会 选中石料 说出判断依据 若是合理 我摇池有后报 众人这才释怀 纷纷向前 有专门的摇池弟子 负责记录他们的判别依据 就在这个时 摇池仙子 将大夏皇子 还有摇光圣子 请到另一边 说是 此地还有几块石料 还请一关 殿下 好久不见 一向可好 土匪笑着 向大夏皇子打招呼 这一边 吴中天里 黑水流寇 江淮人都在场 他们竟已接到邀请 在这边 观看另外的几块石料 大夏皇子 客气地回应着 摇光圣子虽然 与他们是死敌 但也依旧是笑如春风 不想在摇池的地盘 大大出手 除了他们外 还有另外三十几人 摇池圣女 在北域变走诸城 有很多人 都通过了 九块石料的考验 有些人一直追随了下来 而还有一些人 则在不久的将来 进入摇池圣地 几个小土匪 在邀请之力 让一些人有些惊讶 不过想想也释然 各大圣地中 摇池与各方关系 都处理得很好 他们与世无争 纵然是十三大寇 都没有截掠过他们 此刻 如果说谁最意外 当属叶凡 他没有想到 选择那两块石料后 竟没有得到邀请 正在他不解释 摇心巧笑奄然地 走到近前 我带摇池的妹妹 向你邀请 她说让你不要走 一会儿有请 叶凡文言点了点头 放下心来 他没有想到 今天是摇池圣女 最后一次 斩出九块石料 若是错过的话 就要失去机会了 旁边那个白衣出尘的小泥骨 正好向这边好奇地望来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头驼渊 讲故事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